選人倒數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輔選行程也滿檔 下午到臺中 可以同一中一選區的立委 候選人蔡其昌 還有中二選區立委候選人林靜怡 車嫂敗票 接著又趕往彰化 陸港 沿路展現她的超高人氣 合照簽名幾乎來者不拒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到臺中 陪自家小雞車嫂敗票 還沒開始就被民眾團團包圍 第一站來到殺戮替蔡其昌站台 沿路不少民眾舉其歡迎 還有支持者搶著握手 同位基站區的中二選區 小美琴也親自陪同 還大讚林靜怡 越戰越勇 選舉本來就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那我們全力以赴 相信會贏得勝利 靜怡也是越戰越勇 我們對她非常有信心 副總統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選舉也不是第一次 我們都很耐操的 中二選區藍綠交鋒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顏寬恆 前一天也有打卡助政 台北市長蔣萬安南下陪同扫結參拜 在最後關頭全力衝刺 而小美琴不止到台中穩固綠營機本盤 車掃路線一路向南挺進彰化 選證最後倒數小美琴接連到基站區 合體小機 只為贏得關鍵一戰 記者王維菲 蔡真順 劉漢偉 林一峰 楊楊極 SNG小組 台中掌滑報導 最重 de cinema規定 fiscal兄竹笙 小護區 不能寶寶 復原 開場 聯重 分為 閉